我是17歲的時候知道自己不能生小孩 我會覺得談感情就是會卡到這一頂 就會讓我不想要談感情 就一想到這個我就覺得那算了 不要談戀愛好了 小嫻無子宮哽咽不想戀愛 束縛於新生朋友想幫代孕 我是在17歲的時候 然後因為沒有生理期 去醫院檢查 然後那時候醫生告訴我說 他發現我就是先天性的沒有子宮 然後那時候是1997年 他當時就告訴我說 你不用擔心 因為代理孕母法未來在台灣 有可能會通過 一直到今天現在我44歲了 然後我看到人工生殖法裡面有代理孕母 然後大家還是很熱烈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好像曙光越來越明顯了 44歲小嫻日前說要參加人工生殖法 調文修正草案公廳會 他一把握機會替大家發聲 近期在個人頻道再次聊起生育話題 我是17歲的時候知道自己不能生小孩 但是17歲之前 我可是很愛小朋友 確實會想要小孩 所以當我知道自己不能生小孩的時候 是真的有難過 我會覺得談感情就是會卡到這一點 就會讓我不想要 談感情 就一想到這個我就覺得 那算了不要不要談戀愛好了 父母他們都會自責覺得說 為什麼把我生成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一點都不怪我的父母耶 我覺得我很謝謝你們把我生得這麼漂亮 這麼聰明又這麼健康 家人就是無聲的陪伴 然後不干涉 也不給我壓力 就是小孩這個課題就是 我全力以赴要去生小孩了 然後還是沒辦法 我就放假了 上次公聽會有好多好多的團體 反對待運的時候 我聽到這些聲音 我其實心裡面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這麼多的案例 在國外發生 有很多商業待運的行為 導致有很多很悲慘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些反對團體 他們的聲音 我們是非常需要重視的 如果我找待運 然後待運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任何意外 要保小孩還是保待運者 我會先保待運者 沒有人有義務要幫你這麼大的忙 在我還沒有找待運之前 我身邊就有好多朋友 願意幫我生小孩 願意幫我待運 但是我都會問他說 你確定嗎? 這件事情不是你想像那麼簡單喔 即便無法生育 小嫻依然樂觀看待 也向同有不孕問題的女孩們喊話 其實女孩子喔 如果我們真的是不孕 我覺得也不要這麼急著否定自己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你一定會找到一個 珍惜你愛你願意守護你的人 如果你真的遇不到這樣的人 請你也守護自己 然後讓自己多一點肯定 如果未來沒有通過 我也能接納 我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謝謝